《福音》 福音带来的是一切是从心开始的 我们整个的生命 我们的信仰是从心 当一个人认识了福音 听了真理之后 他从他的心开始改变 然后一切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心 各位 没有心改变的 我们到了时间我们就来教会 到了时间我们就读经祷告的 但是心还是一样的 没有改变的 那个叫宗教 各位 宗教对我们不好 我们认识福音的结果 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变化的心才能够察验上帝的美意 顺服神 我们的心今年要得到两个的祝福 第一个祝福就是 我们的心要得医治 各位 我们的心有很多的疾病 从哪里来的呢? 从我们的罪性 我们接触这个堕落的世界 活在其中的时候 我们的心带来很多的疾病 我们的心很狭窄 很主观 很自私 这些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得医治 这是我特别为各位祷告的地方 第二方面 我们的心要得到的祝福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要得一个通达的心 这个通达 你的心要明白 要看透有一些事情 特别荣耀的这位神 祂在我们的身上 祂天天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一般的人在一般的情况里面 总是看不透 总是不能通达 所以一直留在苦闷苦途里面 各位 你要通达到什么地步呢? 甚至你的心能够受约束 我就说过这个心是无限的 我们这个心遇到不同的情况处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被刺激 我们被现实的环境刺激的时候 各位 有时候我们的心被刺激的时候 随便乱想 随便乱说 很容易受试探 各位 你的心要通达到什么地步呢? 你的心能够认识你的心 所以你能够约束它 不把自己交给你的心 有很多人到教会听到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一天到教会 听到 一离开教会之后 去到一般的生活现场里面 工作开始忙起来就学气了 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听到人家说他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整个的样子不对了 整个的他的人际关系 他一般的生活里面 你就会发现他很容易动摇 他的心很容易受影响 很容易受伤 讲话也很容易伤人 这个心很狭窄 很主观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也不在于他的软弱 重点在于他听了这么多道 但是他从来不能 他的心一接触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 他从来不能应用那个道 他不能在他的现况里面 确认神的道 看见神与他同在 那么他听了这么多道 但是现在跟他的处境不一样的时候 他的心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想法 世俗的想法 受伤的想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问题是 他的生命里面有疾病 他的心有病 各位有疾病 各位了解吗? 就好像一个人 他有病的时候 他吃很多东西 但是他不能消化 他的消化系统有问题 如果你的心没有得医治 没有痊愈的时候 你可以听很多的道 但是你会发现 你所听的道 跟你所实际活在的那个现实环境里面 是很多的差异的 对不对? 各位都会知道的 所以这样的人 他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他没有听到 所以很多人是一直在听到 有些人是听不尽 听不尽 因为心里面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疾病 有一些人是听了很多 但是他的判断 他的眼光 他的感触 是跟真理 他所听的道不相称 另外 各位 虽然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得医治 很重要 我们要得医治 我们讲到心的时候 最重要要得医治 那么很多人就关注要得医治 我们要医治释放 因为 人是很容易感触到心里面的问题的 你心里面有苦楚 不开心 苦闷 纠结 其实你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的结果 你就一直要得医治 但是很多人要得医治的方向是不对的 他们要得医治 要得的是什么医治? 我要得到一种释放 一种很爽朗爽快 然后眨眼不被纠结的那种心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追求的一种解放 心里面的解放 但是我问各位 一个人的心 其实他真得医治了 对不对? 这个心应该要得到的是什么? 这个心应该要能够通达 不管神把他放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在沙漠也好 在各样的难处也好 现实的境况也好 忙碌当中也好 他不是单单开心 我们每次看保罗常常喜乐 不是单单开心 他因为这个心已经痊愈 能够吃神的话 能够消化这个真理 能够应用这个真理 所以他能够通达 他能够看透万事 圣经这样讲 他能够看透 所以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能够看透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 对不对? 人有软弱 他能够看得到 能够明白 他能够得到神的心肠 能够知道 那个人的软弱 那个人的问题 那个情况的处境 然后他怎么活出上帝 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各位 你能不能有一个通达的心 能够面对你种种的试炼挑战 各位 就在于你的意志了 各位 你没有得意志的人 各位 你没有得意志的人 总是自我为中心的 狭窄的 对不对? 你读了神的话 读了什么神的话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对不对? 父父知道之后 你用这个来控告你的配偶 你怎样? 没有顺服 对不对? 你读了圣经的话之后 很奇妙的 但是因为你没有得意志 你是其实神的话控告你 你也用神的话来控告 但是你得意志了 身体健壮了 对不对? 你能够动 身体能够动 一样的 你的心得了意志之后 你能够领悟出上帝奇妙的作为 一般的人在一般的情况 总是看不到的神的美意 神的爱 神的引导 神的智慧 你能够看得到 很奇妙的 各位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不通 我们纠结在问题里面 然后那个环境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哇! 这个心就越来越受伤 越来越苦 纳闷 纠结 对不对? 我是一生牧养人 甚至我跟你们说 我在我牧养的生涯 我牧养很多的传道 牧师 有些牧师他们牧养教会的时候 牧师啊!牧师是懂神的话 对不对? 牧养神的教会的结果 遍体鳞伤了 这个讲我这个 那个讲我这个 这个不顺服我 那个什么 然后呢 人跟人在一起嘛 你跟追人在一起 然后变成很自卫 变成很受伤 然后呢 很受伤的结果 我们要去释放医治 所以释放医治 我饶恕人了 我得释放了之后呢 但是问题是 不是单单你得到一种释放 也不是单单你回到你的教会 我已经释放了 我饶恕你们 你在牧养的生活里面 你有这么多人情世故 对不对? 繁杂的人世里面 你怎么有通达的心 能够看透神的作为 看透你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的话 你多一两年 又要去释放医治了 对不对?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些人一生有苦毒 对不对? 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配偶 对你的父母 还是什么 然后你去释放医治 你释放完之后呢 各位 你回来你需要有通达的心 你能够看到 主的美意 主为什么为我预备这个家庭 这个配偶 他要带给我的益处是什么 对? 如果你没有通达的心 你的释放医治 只是一种释放感 一种释放感 那个释放感 各位不能长久的 我跟各位说 这是我多年牧养 帮助人 甚至为人祷告 叫人吐说他的罪 甚至很多很多我都做过这些东西 但是到最后 我知道 各位 如果你没有借着真理 能够通达神的作为 各位不能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直通达 这个两者 很奇妙 对不对? 我自己也做牧者 我看到圣经里面 很多很多主所重用的仆人 我看到摩西 他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 四十年的整个的光景里面 这个以色列人四十年给他问题 四十年埋怨他 四十年没有改过来 但是这个仆人 他的心越来越荣耀 越来越通达 开始他也挣扎 神啊 为什么你叫我带领这群百姓 但是到最后 上帝在烈怒中要灭掉神的子民的时候 他向神求恩 对不对? 他向神为他们求恩 主啊 你要灭掉他们 把我的名字从生命车上涂抹 对不对? 他就这样讲 这真是一个一字通达 他知道神的子民的软弱 他知道神在他的子民身上的美意 旨意是什么 所以他很清楚的 他就带着一个很一字通达的心 牧养神的子民 对不对? 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 但是我是读了圣经 牧养了众人之后 我就看见这些的现象 师母前不久前 她就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 为什么我的孩子说我唠叨 说我很naggy 我很唠叨 她说 我跟很多母亲比起来已经 我不懂她跟谁比 她说 我跟很多母亲比起来已经很不唠叨 并且她说 你有说孩子 但是为什么孩子没有讲你唠叨 只有讲我唠叨 她就讲这句话的时候 从那时候起 圣灵就给我 你要叫他通达这个东西 我说 老婆你看 我给你明白一样东西 这是真理的应用 我说 首先 你是一整天跟孩子在一起 孩子一回家 他是跟你在一起 你是 primary caretaker 对不对 我是在房间 比较少看到孩子 所以 你讲他们的次数 本身一定是比我多的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我说如果我是你 我天天照顾你 我也会讲的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你要知道 上帝给我父性 你是母性 父性是比较严厉的 对不对 一般上 当然有一些弟兄是太松了 也有 我也有看到 但是父亲是比较 我就讲一句的时候 比较有威严 起来去冲凉 妈妈讲十字 冲凉了没有 冲凉了吗 还没有冲的 所以孩子 爸爸讲一句 比较严厉一点 有一个权威 所以起来 就会去做的 我就跟他说 所以你跟我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像我这样 很有原则的母亲 讲一句就是 不然就怎样 从此就是怎样怎样 不给你看这个 没收你的手机 那你可以做 但是问题是你做得到 这个你的性情也做不到 因为师母的性情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你也要知道 你是母性 如果你对你的孩子 太过的原则 太过有原则的话 也不是这么理想 当然有原则是需要 但是你太过的话 不是这么理想 然后我给他看 你看某某人 我们认识的 某某家 不好意思 你看 其实孩子 有时候 有松的时候 有时候要严谨的时候 是会有的 而且上帝给父性 父性要怎样 母性要怎样 所以 你要能够接受孩子 因为孩子的心情还是软弱的 他们就 每次看到你 你就讲我 所以可能 可能我跟他讲的次数是一样 但是他跟孩子 比较多在一起 所以 又加上是母性 所以 孩子就会这样讲你 但是我说 你有没有发现 孩子需要安慰 杀殃的时候 需要理解 总是会找你 对不对? 不会找我 一找爸爸就是受挑战了 一找爸爸去跑六圈 当然我没有这样 当然 爸爸是比较挑战性的 比较少这种 emo talk 这些东西 对不对? 给他一个眼光 爸爸是这样 我说 其实 这就是上帝为你定的 但是你要能接受 你的孩子这么说你 他们在还没有长大之前 他们没有通达之前 但是你要通达 我说很多的父母亲 就是这个东西看不开 然后跟孩子就勾心斗角 为什么你没有礼貌 为什么你这样 对不对? 就来了 很多的例子 你们自己想 我们跟孩子为什么会形成 其实你也不是很糟糕 但是呢 有一些他的举动 像你的反应 你看不通 一样的 家庭里面 比如说婆媳之间 对不对? 相处的问题 有时候 有一个姐妹 她很 我就认识 她很因这个媳妇受伤 她说媳妇把我的孩子带离开我 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让她明白 其实很多的情况 我说你好好想 圣经的原则 妻子 丈夫 对不对? 两个人结为一体 离开父母 这个你一定要通达 你的孩子呢 绝对 就算 就算她的妻子是不对 她也会先是向着自己的配偶 过于自己的父母的 做父母的能不能接受这句话 如果你不接受就是你不太通达了 因为这是圣经的原理 对不对? 你们会了解吗? 这个有些东西不是讲道理的 因为讲黑白的东西 在人情世故 关系的东西不能讲黑白的 这个心是偏的 但其实不是偏 我是开玩笑这样讲的 这个心是上帝造的 关系是上帝给的 有很多的东西你要能够看透 这个人没有这样好 也有那个好 那上帝为什么把这样的人放在你身边? 他的不好带给你什么? 他的好带给你什么? 如果你没有通达的话 你一生就是因为一件事 一个人 你一直收住那个苦楚 最后 其实你最受伤的是你自己 最不能走出来的是你自己 亏损的是你 你会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全世界都被欺骗了 全世界都是堕落 就是附属在没有真理的 没有真理的境况之下运作的 对不对? 人的关系 人的话 情况 社会 政府怎么对你 对不对? 然后呢 什么政策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人都在埋怨不满足的那些地方 对不对?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 你认识了真理之后 你要通达这一切 上帝的话语 圣经说上帝的话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我们的心通达 对不对? 各位 医治是心里面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但是各位 通达 那通达是不是脑里面的东西? 不是 通达也是心里面的东西 只是你用你的心来想 不是用你的脑袋来想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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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